对盘棋讲解是杀反攻马 2022年的翻棋赛 这是第四局 红方是欧洲方 黑方是陈柳刚 开局是中炮 对战反攻马身形 我们来看一下 红方三兵 黑方三足 红方这儿形成的招法是托帕品七的走法 黑方呢出局 他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封局 这个炮点得很嚣张呀 红方出局以后 黑方的补视 到这儿红方强行的陷兵 黑方呢进足一吃 红方再陷兵 那么这儿吃完之后呢 拘二兵四 我们所熟知的七普招法 一般是炮二兵四 将来炮二兵三 现在你炮二兵六之后 你现在就慢了一步棋 推炮就来不及了 眼看就没有吃 黑方下出了气足 苦肉计解位 那吃完之后 吃着马上马 这一吃有一个炮打马的手段 黑方他主要是为了鞠拿出来 到这儿的话 你要是敢上马 他就杀底下 给你对杀 所以这个棋 红方还是决定打掉 那么黑方也得吃掉 接下来这棋呢 红方上马 就看你换不换 你不换我吃你炮 所以逼对方去换 因为黑方这个马才中兵 确实很厉害 换掉之后呢 这里红方随时可以打对方中足 对于黑方来讲 他比较理想的招法是拘二兵六 你只要敢打 我就杀一将给你换 这样的话 可能比较稳一些 实战的话是担心对方这个马跳 所以呢直接进去点住马腿 这也算走得够狠 但是呢毕竟这个棋 就给了红方打过去的机会 所以对方的鞠受到一些牵制 那么到这以后 对方是可以选择出老将 比较稳妥一些 红方最凶的招法就是上马 黑方最厉害招法就是吃炮 这里的话将军那就进去 现在这个棋如果你退的话 他会捉 上去之后呢再捉 然后你就退啊 将来的话将来啊 这边可能就是要吃这个炮 所以的话黑方可以走拘二推一 如果你要拘持炮 那么他会打一将 把这个马吃掉 将来形成一个双拘炮对杀 那你缺个相很有顾忌 这儿的话如果说你用马去踩 他还有一个杀将吃炮的手段 所以这度棋发展下去的话 那么红方啊 肯定也没有黑方舒服 因为这个马位置比较尴尬 随时可能会被串一下 所以的话到这里啊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黑方已经是反客为主了 所以的话到这啊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 这个棋啊 如果炮五推一 就会被他拘过来吃马所利用 所以呢你会走一个放中鞠看住 就不让对方过 不过黑方此时有一个巧手就是炮而平武 那么你正常持鞠 他打一将啊 然后呢持掉 这儿的话你不管是放中鞠或者怎么样啊 他这边可能会落相吧 继续放中炮 所以到这里啊 红方可能需要做局上马才炮 黑方当然是腾手手在打鞠 那红方呢冲兵来不及 只能闪鞠 这一签啊 如果黑方想合棋打掉就可以了 所以这堵棋的话 黑方可以定合 那么这儿红方呢暂时也杀不进去 可见这堵棋啊 出老将 把局火通是关键招法 实战的话 陈主刚选择是吃 那么这样的话 等于把局给放出来了 那这样来的话 你的局动不了 而红方的局可以动 中间还多了个中兵 这招棋可以说是放虎归山呀 后患无穷 等你吃的时候 他冲 你虽然吃了鞭兵 但是不痛不痒 他飞个象 然后呢 黑方赶快平居 准备呢推回去 把炮赶走 那红方呢掉居过来 你抓 他这个棋呢 就希望你兵武近一 然后进炮一队就可以了 但是呢 这个棋他用居过来 你赶走炮三斤一 打掉你 白丢一个子 你不走的话 那你现在也没骑 他找机会再过 那么现在对方啊 进鞭足 红方就过中兵 你这个鞭足速度肯定没有太快 所以到这儿的话 黑方决定啊 掌鞠 先把对方兵抢 再说 必要的时候 棋局砍炮求和 那么红方就对鞠不让 到这儿你不得不换 换掉之后呢 这个棋赶快出老将 目的就是下一步 掌鞠可以吃兵 红方呢选择是一将 这儿肯定是知识 不愿意进去被利用 然后呢掌鞠 黑方到这里啊 看似好像可以对鞠 实则他不敢 红方呢 故意设置这么一个陷阱 就是一将把鞠抽掉 所以呢 这些高手才看得出来啊 选择甩开 必要的时候 从边线把这个对掉 向求和 红方选择炮平7啊 这儿呢 有一个将来可能 打向一将啊 杀进去这样一个手段 单试向就有机会 所以话 这个棋黑方为了稳健 就进去 不给你这个打向的机会 红方也就趁势往下冲 对方也就落势 接下来 鞠4平6啊 对方就赶快挡住 防止他 鞠点到向眼 打向拱向啊 强行突破 这儿中鞠一放 准备要破向 那么对方砍住啊 牵住之后一抓啊 最后呢 这个棋啊 他是要选择破双向 破掉以后 你吃泡肯定吃不到 赶快出来 底线就是一将 然后再一将啊 对方呢 不想被利用 就退炮 这平均把炮抓死 为什么红方没敢吃呢 因为黑方可以把炮跟住 你吃完之后 他尽足啊 你走到哪里 他跟到哪里 所以这样的话 你脱不了身啊 这就尴尬了 所以呢 到这以后 你就是落向 人家可以一将一跟 或者下去都可以啊 所以这度棋 你实在是没办法脱身 这样的话 那这个棋肯定是得不偿失 红方为了迎棋啊 就不能吃炮 这儿准备呢 将军叫杀 你敢看迎面啊 将来这个足脚丢 对方下 那么这里的话一将 就顺势把这个势给破了 破完之后 对方呢 选择的是电炮 那么这个棋的话 甩过来啊 叫杀 将军 捕失 然后呢 炮长起来 这里推炮打狙 利用它 这一将 希望你捕失啊 你要不是我穿越江上来 退一将 我去抽掉 对方就索性直接上来 那么想骗 骗不到他 退一步啊 吃炮 这样你这个炮得逃呀 你一逃 他去一将 到这以后 红方这一将很厉害 黑方呢 他不敢进 为什么呢 他选择一部平炮 结果被人家退炮 下一步一吃炮 就迎起了 那为什么不能进呢 因为这个时候 你进去的话 他这里吃掉兵 继续利用你 你还得出 然后这个足丢了 不说 关键是你进去之后 他中间困住你 再推炮 到底是一样 当你认为你掌鞠啊 下一步可以出将逃跑的时候 他先打鞠啊 一个顿挫 打得你措手不及 等你再去看的时候 就来不及了 到这里还是要捉你的炮 所以呢 对方呀 知道这个炮肯定要丢了啊 不甘心的走了一步 烟炮 结果呢 被人家一推炮呀 硬是活捉了 到这儿的话 乘女刚治好人输 欧照风火神